可以看到新日成模式是有一些变化的 完成相应的任务可以获得执勤点 而执勤点达到一定分数之后又可以领取宝箱来获得奖励 宝箱的熟练度还是非常的高的 那秋日沙石宝啊这些牌子任务还是可以自动完成 不过牌子的奖励似乎有一点少啊 应该是在宝箱中都补回来了 在新版任务中有一个随机任务是关于特殊道具的 我们也来试验一下 概率是没有修改的啊 应该是一发入魂 刚刚的三个特殊道具啊 已经算在随机任务中可以获得奖励了 经过一番实验后我们发现新日成的变化如下 一我们不需要完成所有的任务 也可以领完190分的执勤奖励 并且获得的熟练度更多 二如果你是甘地 宝大概每天有34个特殊道具及任务 现在是18个 但是整体收益并没有减少 这么看来 新日成对于我们这种普通玩家来说 还是非常的友善的 我们不用此刻特殊道具跟任务 就可以跟甘地们负责同样的奖励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